终于来了保洁阿姨的噩梦之杂乐高 和以前不同的是 这次比赛不仅考验选手 更考验主持人的球技 胡子多这组拿到的是围巾海盗人仔 海盗村庄门口的摇铃人正在睡觉 村民们照常生活 谁都没意识到一颗巨大的保龄球炮弹 即将摧毁他们的家园 这个主题难就难在 既不能见得太结实又不能太脆 这对手劲是个很大的考验 八个小球的搭建 就看接下来主持人投球的一瞬间 摇铃人在塔里睡觉 没有摇铃提醒小球上的人躲避保龄球之灾 为了让爆炸的颜色更丰富 胡子哥在建筑里还藏了很多小零件 保龄球完美地砸进了正中间 水火的零件飞了出来 摇铃人竟然还在睡觉 这个是最屌的 骰子情侣组拿到的是黑暗骑士 这个可能是全场最残忍的爆炸了 他们给黑暗骑士立了一个很傲娇的人设 对外错入残暴 但实际上 他的城堡里都是粉色的房间 床上方的小熊 还养殖一只可爱的独角兽 当保龄球砸向黑色城堡时 里面的粉色的砖块 会爆得到处都是 接下来请欣赏骑士的射死现场 可惜的是那只独角兽没被炸出来 骑士的尊严勉强保留了一点 名为摧毁 是为创造 在六个大师众多败家者环节中 总会出现一些神来之彼的瞬间 但长发小哥的这次爆炸 震撼我一整年 长发小哥建了个中世纪城堡 他们准备做一个会预测未来的巫师 他要阻止即将飞来的保龄球陨石 小哥俩很机智地在地形上动了手脚 用斜坡来引导不可控的保龄球 喵啊 于是他俩开始为这个绝妙的创意搬砖 黑发小哥在奔跑中得到了心灵感 故事中的邪恶巫师 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能量 从村庄中收集村民的人头 藏到城堡中 他们还给巫师做了个技能特效 巫师希望自己的蓝色魔咒 能阻止大保龄球的袭击 灰蒙蒙的城堡坐落在山上 谁也想不到 其中藏着一个惊悚的秘密 斜坡真的让保龄球飞了起来 一瞬间 颜色被撞击释放 从昏暗的黑灰色 到突然的一抹黄色 惊人的是 只有城堡被烘碎了 而小镇其他地方都安然无恙 就好像是村民自己设计的复仇炮弹一样 我认为 这个作品是历届破坏主题里 最优秀的一个 9分实力 1分运气 不愧是长发组阿尔代姆 厄运组拿到的是海盗主题 Mate计划作为一个弧弦的六角形堡垒 海盗们凯旋归来 正准备倾注掠夺的胜利 他们使用了一种非法评价的手段来搭墙 通过弯曲砖块 将墙掰出来 搭好墙之后 他们在堡垒中布置好海盗们的宴席 对称的六角形城堡 浮示下去 美学效果满分 六边形的弧形墙 中间是用四分之一圆弧砖 组成的圆柱形堡垒 用人仔和小零件布景宴会 即使搭出来就是为了被击碎 厄运组也加入了小彩蛋 比如这个正在上厕所的男人 希望这一次厄运组能摆脱饿 主持人不信手华扔歪了 只好再补一球 海盗们正在准备庆功宴 这一时一个巨大的宝灵球炮弹 从天而降 直接开袭 厄运组强的设计 独具降薪 但因为太坚固了 还是个原型 试得其反地影响了宝灵球的轨迹 虽然最后的效果很漂亮 但还是有点可惜了 妈妈组撤到的是斯巴达 他们准备搭一个斯巴达猛男 站在城门前 身后的大楼里塞满了战马 因为老公是斯巴达文化爱好者 所以热心的主持人 特意给了一次场外连线的机会 15秒 不久 告诉我斯巴达的建议 你能说的是斯巴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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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在那里 她不能说的 我懂 你能说的是斯巴达的 你能说的是斯巴达的 持续了友军辅助 不了解斯巴达的妈妈组 只能靠感觉搭建 故事差点意思 没事 反正只要零件倒得多 效果肯定没得说 妈妈组将零件屋的马 一扫而光 想要宝灵球撞出 人仰马翻的镜头 不过这斯巴达 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呢 零件分两边放 估计也是看穿主持人的球技了 宝灵球直奔右侧的零件箱 斯巴达因为太结实 没有裂开 还在空中转了一拳 颜色的爆发 很有冲击力 总的来说 是效果大于技术了 同时拿到斯巴达主题的 还有这一组小哥 他们做的是希腊神庙 九头蛇冲破屋顶 嘴里叼着宙斯 这小哥俩就比较实诚了 几乎没往里堆什么零件 宙斯被成功解救 同时获得自由的 还有一支旋转机 两队情侣组恰好都拿到了武士主题 亚裔情侣组这边的小哥 是乐高收藏家 但土豪怎么可能只有乐高一个爱好呢 他们准备做一条龙 垂涎道馆里的食物 想要入侵武士道馆的故事 这条龙给小哥 筹了好几个小时才搭完 直到最后一分钟 他们才固定好 诶 他们有固定吗 武士城堡被砸穿了 藏在楼里的透明砖飞散 要说缺电的话 要是道馆搭得多少有点潦草了 对比之下 这对情侣组的武士道馆就看着牛X的多 要不说咱们文化输出 到加拿大利度呢 瑞士建筑中很多都是仿唐建筑 安提 你知道了 双鸦文化的文化 因为双鸦文化的文化 是一种有名的东西 建了一个有趣的 建立的墓 并且可以在每一刻 搭着一种高塔 最怕的就是搭完发现漏了块砖 扣下来再修补 就容易 发出这种尖叫声 作为场上唯一竖着放的建筑 不知道爆破效果怎么样 求和塔擦肩而过 本来以为爆破失败的时候 塔被呆倒了 本集最后的冠军 毫无疑问的给到了 最精彩的无师城堡 长发小哥拿到了下期的豁免权 这高兴的 硬是赢出了总决赛的感觉 点击右上角关注 乐高拌饭 记得一键三连哦 万一主持人手滑了怎么办 看这期的时候 一直都担心主持人球丢不准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恶印度拿到的是海盗主题 妹子计划作为一个弧弦的六角形堡垒 海盗们凯旋归来 正准备倾注掠夺的胜利 他们使用了一种非法评价的手段来搭墙 通过弯曲砖块 将墙掰出来 搭好墙之后 他们在堡垒中布置好海盗们的宴席 对称的六角形城堡浮视下去 美学效果满分 六边形的弧形墙中间是用四分之一圆弧砖组成的圆柱形堡垒 用人仔和小零件不仅宴会 即使搭出来就是为了被击碎 恶印度也加入了小彩蛋 比如这个正在上厕所的男人 希望这一次恶印度能摆脱饿 主持人不信手滑扔歪了 主持人不信手滑扔歪了 只好再补一球 海盗们正在准备庆功宴 这一时一个巨大的保龄球炮弹从天而降 直接开齐 厄运组强的设计独具匠心 但因为太坚固了 还是个圆形 适得其反地影响了保龄球的轨迹 虽然最后的效果很漂亮 但还是有点可惜了 谢谢